在临床上,每天都会遇到被疾病症状吓得半死的患者,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。 这类人每天给自己量血压,然后发现血压较高,就吃药。 惶恐,怕中风,怕心梗,吃药后每小时都测血压,血压继续升高就更惶恐。 血压持平,就觉得药物不对症,然后惶恐。 血压下降了,就怕过会儿又升上来,然后一直担心,直到血压真的抬高起来,赶紧再去吃药,如此每天循环往复。 身体里有一种激素,叫做肾上腺素,它的作用是让人在危险的情况下,可以快速做出攻击或逃离的举动。 当人自感危险时,这个激素开始大量分泌,肌肉处于紧绷状态,血压升高,人焦躁而惊恐不安。 人吓人,吓死人,人自己吓唬自己,往往是透过不断地做负面心理暗示达成的。 很多此类患者长时间吃药,也不见效,就是因为被广告和某些医者植入了负面心理暗示。 很多人知道血压的正常值是125、75,老年人看见比这个高的血压,就开始惶恐。 其实这个数值是针对18岁到25岁青年的,年龄过了50岁后,每增加10岁,标准血压就增加10,即135、85到145、85。 要知道老年后,血管慢慢狭窄硬化,血压过低就无力为四肢末梢和脑供血,就会造成手脚冰凉,头脑迟钝,头晕乏力等症状。 为什么医生不告诉患者这个医学常识呢? 为什么广告上都鼓吹片面的虚假知识和放大危害性呢? 为什么没有哪个高血压药可以治愈高血压呢? 如果你做不到给自己正面的心理暗示,那最简单治愈自己的方法就是别想,也就是无我无为。 无我是没有主体,即无所可被沉染。 无为是有主体,但不去主动触发任何涟漪。 两者都可以放松身心,自愈疾病,恢复被阻隔与扭曲了的生命能流淌。